這真的是蠻可怕的 我還是喜歡吳涵哥講那句話 這個政治不託人性 真的還是要有人性 你怎麼會連人家曾經 可能因為生意而規劃 或者是因為 這個舊的房子賣掉了 新的房子還沒辦法住 所以他可能先去住一下 或是那時候還沒存那麼多錢 我先住一下 存到投席款了 我再去換別的房子 連這樣子都要拿出來交代嗎 我剛剛這個廣告 我也跟這個村長講 我說這個 當年你問這個國昌老師 這個學生的事情 他也沒有講清楚 難道就是你選舉 連你以前跟學生 幾個學生姓什麼 幾歲 身高體重 你都要記得清楚 不然你不能選嗎 他也是選上立委 他不是韓國瑜 他不是韓國瑜 他如果韓國瑜他就完蛋了 所以村長你現在 已經要處理立委了嗎 你要想清楚 他被拿出來攻擊 你以前也住過哪裡哪裡哪裡 你要先把那個清單列出來啦 從小到到住過哪裡啦 交過幾個女朋友啦 都要列出來 剛廣告不是接個電話嗎 我比你更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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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長有影響 有報復 我們可以自己這個 好 先不講這個 你特別打電話給你就對了 對 他怎麼說 就很艱難 叫我說 叫我先不要登記 然後說 待會下節目再通電話 叫你不要衝動就對了 不要衝動就對了 我坎哥還你坎哥 擔心這樣子可能會 對啦 可能會分到選票 這個會有點麻煩 主席又打給你了嗎 我幹嘛接主席的電話 主席打給你 吳敦義 掛掉 不要接這樣 我不會接主席的 只是我學長打六個 給我才頭痛 不講這個 我們待會後面我再來逼問村長 來 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一直以來說我們會有核子彈 我以為說核子彈 我們也插著彈 我們也嚇 很害怕 我學長到底還有什麼核子彈 好 我就想說奇怪 這一路走來有的話 早就已經不知道 選市長就曝光了什麼 還會有咧 而且身邊的人 吳子佳這些還有黃光琴 還有那個楊秋昕 還會有什麼東西沒爆啊 而且原來是這個東西 其實爆出來以後我心裡 仿佛一顆大石頭放下來 舒坦了 對 又發現是個亞旦 不是 而且這個是糖炸 不是個亞旦 炸到自己 糖炸 炸到自己的 對 我只要每次看到一爆這個房子 其實你看起來 它不是都 我賺錢一次買很多間 然後又轉 然後就是賣 買賣 那一種感覺起來 他就搬家 就住嘛 自住 而且你說這個 住親戚家 如果說住 我最常搬家 我大概一年 一年兩年我就搬家 因為我都用租的 你沒買 我沒有買房子 我常說嘛 你地球上如果查得到一棟 我的房子一塊土地 那就送給你 但如果這個要報告的話 財產申報 申報不完 當然這個其實你做申報 這已經其實是過頭了 這沒道理 你真要講的話 你那個蔡英文 你的資產 你還有你 他的家人 投資的那些股份 你蔡英文你憑什麼 當學生 可以開跑車 你錢從哪裡來了嘛 當立委開交告不行 但當學生開跑車 是嘛 你學生的時候可以開跑車 你錢從哪裡 你這輩子到底有沒有賺過錢啊 總統有薪水啦 他是那個土地 賺土地錢嘛 那你賺這土地錢 我跟你講 我相對被剝削感 土地正義 民進黨口口聲聲講 土地正義 然後你講說 要蓋20萬的這一個 社會住宅 你知道嗎 我們基於取景 尤其我這種 還沒買房子的人 你知道嗎 哇 我覺得我真的是 你有沒有去青年 你是在青年住宅 他蓋20萬戶的話 這個相對就其他的房子 其他房子就出來了 價格就會 這個就下來了 對嘛 這量價關係嘛 那如果想 我就說 這總統好好喔 其實我當時還曾經想過這樣 結果20萬戶到現在 我們鄭文燦配合他 你知道嗎 我們鄭文燦說 4年要蓋2萬戶 結果4年過後 你知道嗎 幾戶你知道嗎 0啊 跟7000億一樣 0 0 4年0 0現在是數字的可能改 所以我想 心裡想說 你這講說居住正義 然後土地正義 搞老半天 蔡英文都靠土地在賺錢嘛 講這個可以告我沒關係 本來就是靠土地有賺到錢嘛 根據資料看起來 確實好像有賺到 確實嘛 1億8千萬 還不少耶 不止 1億8千萬 年輕人你這個幾輩子賺得了 這麼多錢 賺不了嘛 然後這個周刊 其實這坦白講 是很惡劣 我告訴你 他們這一系列以來 你知道 意圖死人不能當選 我上一屆有人就是搞我啊 搞我然後結果後來 法院走了4年啦 走了5年 然後判他意圖死人不能當選 最後你知道法官還把他罵一頓 你知道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 結果最後判4個月 還一顆罰金 這個成本划得來 你知道嗎 我當時民調第4名被打到 差點落選 這個你 所以他一個總統選舉 你看 這樣子搞到鋪鋪鋪 這怎麼會 怎麼會連你 借助過的地方都要交代 對啊 那這個意圖死人不能當選啊 對不對 你用什麼問號 驚嘆號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 然後再來說 這根本真的是那麼 這 他只是要塑造說 你是庶民 那庶民怎麼可以有房子 破空 大安區豪宅 我讀 我現在我們所有人的中文 都要重修嗎 還是因為去中化 去中文化真的去得這麼徹底 庶民什麼時候變平民了 你告訴我 我們去中文化去到這麼嚴重 連庶民 庶民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不是說有錢或沒錢 這個是一種 就是一個權貴之間的一種比較 跟你一般平民百姓 草民 誰告訴你說草民一定要一貧如洗 那叫平民 郭董也說他是庶民啊對不對 他也可以稱庶民 他是啊 那郭台銘也是庶民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是已經真的是 沒得好爆料 所以這一個唐炸 而且我還心裡放了一下 一顆石頭下 哇 指責 今天取代葉原資的位置 以後都是嗎 我講一下 其實這個很有趣 我在想說下一期的週刊 標題會不會這樣 對 我補充一下 這個民進黨明天要開記者會 你知道嗎 開一個記者會說 麥菜狼 不是 他是好野人 然後要講這個事情 不是 這無聊嘛 這個根本就沒有打到點嘛 對不對 我是說下禮拜週刊 還是他們明天有大料要爆 搞不好明天的那個標題是這樣 李千圈其實就是李嘉芬啊 抓到了 韓國瑜家裡有三個馬桶 庶民怎麼可以有三個 之類的 不是 我要講的就是 有點冷 不是 我要講的說這個荒謬 那既然韓半間都已經公開講了嘛 因為他們要打就是說 這個房子到底你有沒有不誠實 就是說你到底該申報 還要未申報嘛 該講沒講 對 該講沒講 說謊這個才是打到點嘛 可是問題是沒有啊 今天我們韓半 今天就出來講了 這個房子 李嘉芬跟韓國瑜市長沒有持有過 沒有持有過 就不是他們的 你就講得很清楚 是親戚的 然後講親戚的不行喔 民進黨的朋友們 親戚的 講清楚是哪個親戚的 人家就說這個是隱私權 在法律上他沒有義務公開嘛 是啊 是沒錯啊 那如果反過來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那個蔡總統 大家知道蔡總統的爸爸 娶了四個老婆 總共 蔡總統十一個兄弟姐妹 那我可以請蔡總統十一個兄弟姐妹 十個啦 包含他 通通都公佈你們家的財產 通通都公佈你們有幾間房子 這不是很無聊嗎 在法律上你沒有這個義務做這個事情嘛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剛剛佑正一開始講 他們在打什麼 剛剛烏賊戰也好 我覺得有一個打擦邊球啦 就是讓你感覺就是說 這個好像他曾經住過 影射上去最大嘛 對 你住過這個 這麼豪華六千萬的房子 這房子的很貴的 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根本就不是他 所以我坦白講 這個他只是要故意去丟泥巴啦 反正呢 韓國瑜能中多少算多少 不中的呢 再讓社會去公平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你看這一連串他們打房 是要去詆毀什麼 詆毀就是說 韓市長的庶民形象 他們的一個邏輯是什麼 就是說 你既然是庶民 你說為了要幫庶民著想 要開創庶民經濟 幫庶民發大財 對啊 你自己怎麼那麼多財產 你這個不合邏輯啊 我今天跟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舊的新聞很有趣 過去啦 蔡總統曾經在2015年 就這一次選舉 2015年10月份的時候 他到屏東去啊 他呢去辦了一個活動 事實上是募款餐會 有叫做鐵盒便當 蔡總統在現場說什麼 他說啊 哇我看到這個便當啊 覺得說好有創意 非常符合他的什麼 關鍵字來了 庶民經濟的選戰主軸 有看到嗎 抓到了 原來最早講庶民的是蔡總統啊 那我就要反問啊 你現在質疑說 韓國瑜有這麼點房子 就跟如果跟蔡英文比 你蔡英文比他有錢的多 33歲擁有15筆土地 9年以後賣掉 賺了1億8千萬 請問你喊的是什麼 不是也是庶民經濟嗎 你有什麼臉去質疑韓國瑜 這真的抓到了 你說什麼時候講的 2015年 2015年10月26 這是我今天才找到資料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 各位好趣了 2014年啊 縣市長選舉 土醒哲在嘉義市長選舉 他呢 我看標題就好 他打說什麼 我要跟台北市一樣 要打庶民對權貴之戰 當時是 台北市是連勝文 對柯文哲嘛 他說我要學他 要打庶民對權貴 他自己自稱庶民 結果我一查 請問土醒哲市長 當時啊 財產申報有多少 有10筆土地加建物 3000多萬的存款 1500萬的股票 債務多少 0 庶民 他打庶民 不是啊 你們明鏡當 柯文哲當年也是一個大醫師 是 他也不是庶民 他也不是庶民啊 對 所以 你們都這樣打 那你們用這個邏輯 要去修理韓國瑜 所以我常常在講一句話嘛 等一下 小英不敢逼 韓國就打到四 這不是 不合邏輯嗎 就是雙標檔 兩套標準嘛 所以我覺得 他們現在就是想要什麼 以假亂真啊 感覺說這個你過去住過這個 我說真的 我跟韋漢兄一樣 我小時候也是到處住親戚家 最少也住了 最少我看三四五個親戚家都不只 按照他們標準 你親戚家都你的 對啊 你掛櫃都你的 你現在回去打給輸出說 那個房子過戶給我 民進黨說住過就是我的 是 我坦白講住親戚家 就已經很可憐了 現在還要被抹什麼抹黑 抹抹抹抹 抹說這裡面很有錢 這完全不合邏輯嘛 而且拜託 今天的記者會 不是今天 今天韓辦出來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房子呢 不是韓國瑜或他們 或加分姐的個人財產 就是親戚的 就是親戚的 我記得這兩天 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在高雄市議會 針對理事團 很怕的啦 你說什麼 你是聽不懂人話是不是 大家還看記得那一幕嗎 這句話我要還給民進黨 你是不懂中文 還是聽不懂人話 就是不是韓國瑜的 他沒有去申報的義務跟責任 他該攤在陽光底下 通通都交代了 那你到底還想質疑什麼 所以不要再打這種烏賊戰了啦 最後這個回應一下 又正說我比較坎坷的事情 我覺得選舉失利不可恥 可恥的是什麼 你選舉失敗以後 還叫人民要跟你道歉 這個才可恥 有沒有 有 是不是 是 蔡英文幫林佳龍出頭 說台中市民欠什麼 林佳龍一個道歉 多寅康說我鄙視華蓮人 對 那還有說什麼 高雄市民被韓國瑜騙了 好好的一個孩子養大被騙了 通通都是反民主的言論 所以我選舉失利不可恥 可恥的是民進黨這些人 很好 裡面請進行 なく 不釐